音樂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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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也有想過要放輕 因為很多的製程 跟手法都學不太起來 烘焙剛好這種東西 是熟能生強 那我就一天一天的做 就越做越漂亮 就烤出來的時候 就看到自己想要的麵包 想要的形狀 慢慢的就有成就感 整形 烤焙 最後攪拌 就讓我一路做到當師傅 空培除了技術當然是最重要的 那這種行業就是你要一日步一日去練習他的手法 到有一天你開竅的時候 人家就會覺得說你已經熟練到 對他們來講是一種很厲害的東西這樣 那除了技術以外 我覺得態度更為重要 如果你的態度沒有把持好 那你做出來的東西 交100分的東西 最多只能到80分 那你都把持好的態度 我覺得說我這一個東西 我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 然後堅持用好的食材 用健康的食材 好吃的食材去做 那你就可以到達更高的境界 不管是做烘焙還是任何的事情 態度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顏色園的老闆跟老闆娘很注重食材很添加 那我們這麼多年做下來的產品 就是以天然健康的宗旨下去做 那比起一些華麗的外表 我們就是更重視人物料的新鮮度 每天堅持現做現烤 那我相信新鮮就是最大的特色 希望喜歡我們的客人 在吃到美食的時候 可以兼顧健康的 那正因為我們田士園跟 里亞益順全是兄弟店的關係 我們的主要產品就是說 有奶凍捲 桂圓蛋糕 金棗蛋糕 蛋黃酥 鳳梨酥 手工蛋捲 Q餅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聽過這間艘場 那希望來花蓮玩的客人 都可以嘗到精神的伴手裡 Q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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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家的半熟梨奶凍卷 很多客人很喜歡來買這個 真的很好吃 我們可以在新張打滾 打滾 我們可以知道 你還傻眼 全跳出去 我們可以再說